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唱商網的節目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些威衣水史 在西太平洋 我們做了一些事 驅趕了敵機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胡塞 竟然有高超音速導彈 以及 擊落耳朵的本土 這件事很嚴重 這麼厲害的拖鞋軍竟然也有高超音速導彈 另一方面我們看到 波音有三萬員工在罷工 這件事真的很嚴重 有些分析師說 他可能會變成垃圾級 不過他本來也是垃圾 沒辦法 怎樣垃圾級呢 現在跟大家聊一聊 普京又要增兵18萬 現在想著把戰鬥人員 提升到150萬 這件事也很厲害 節目開始請大家訂閱 港理台和帶上去頻道 留言點贊分享看那個 感謝大家的支持 匯軍 來了 先說一下胡塞武裝 首先報道事實 大家再留言 9月15日 胡塞武裝發射了 高超音速導彈 你沒聽錯 真是高超音速導彈 飛越了2040公里的目標 目標直指耳朵 高超音速導彈 這次速度多少呢 8馬克 即是多少 音速8倍 這個音速8倍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全世界 西人是整個西方 這個意思 是整個西方都沒有能力做得到 而西人也都沒有能力去抵抗這些導彈 什麼鐵窮 你窮了 你這次 這次還要威得怎麼樣呢 是突破了 老美三艘驅逐艦 一艘德軍的護衛艦 還有所有 耳朵裡面的本土防空系統 全部沒有了 擊中要點 就擊中了 耳朵第二大城市 特拉維夫 也都 造成了巨大爆炸 傷亡就不知道 但是 現場照片就顯示到了 就中了他們的一個發電廠 發電廠的管道和基礎設施 一平摧毀 SIR SIR 怎麼看呢 老實說這件事真的是很嚴峻 竟然搞到這樣 耳朵沒有了面子 我聽說老美那邊都在動手 A君 是嗎 是 老美那邊又搞什麼呢 攔不住啊 是呀 動手是因為他攔不住啊 這件事真的是很嚴峻 是用不到手啊 SIR 因為我看到資料顯示 他那邊 是完完全全攔不住 事源 因為他有這樣的配備裝置 這個八倍啊 怎麼玩呢 所以老美這次和西方那邊 看著 啊你來了啊 喔 你下去啊 哎呀你動了啊 這件事實在是 很驚訝 令人驚訝 但是也不奇怪的 首先 我想問一件事 那麼大件事 好像沒有什麼報導 那樣 是不是啊 喜君 當然啦 難道我告訴人家 他說2040公里 用了11分半鐘 搞定了 你擋都沒得擋啊 大哥啊 難道我告訴你 我的東西擋不了的啦 我廢的啦 我是這樣的啦 怎麼說得出啊 大哥 說也要說啦 2400公里 2400公里是什麼概念呢 坐飛機 兩個小時 是 沒錯 哈哈哈哈 現在11分鐘啊 大哥好啊 是不是啊 喂 這件事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解釋 和怎麼解決這件 這個問題了 老美說自己不行呢 他就絕對不會說自己不行的啦 是不是啊 現在呢 還有一件事 很特別的 我剛才也說過了 拖鞋軍 啊 拖鞋軍也來啊 這代表什麼呢 喂 這件事 發生了什麼事 拖鞋軍既然禁鮮了武器 所以有人懷疑呢 大佬出手啊 是不是啊 沒錯啦 艾佬是誰呢 那就要看這個時間表啦 那他的大哥呢 就啊 要因應著老美的 那時間表又怎樣呢 今年 3月12號 阿登神呢 就首次就聲明 就找他呢 烏丁丁啊 用了老美製造的武器呢 去 俄羅賓本土裡面的軍事目標 那麼那個大哥呢 就說了 如果你給烏丁丁來打我 我就找我的兄弟來搞你 結果呢 3月14號 兩天之後呢 胡塞武裝就宣佈了 我實驗呢 就已經是 高超音速導彈就搞定了 速度呢可以去到呢 白馬克的 咦 你這頭說完 兩天胡塞武裝就實驗成功 這麼厲害 一得了 第二單呢 就今年了 6月23號 老美就開始 就協助 烏丁丁打擊俄羅賓本土 用到雜速彈 這些那麼陰質的武器 導致了 150個俄羅賓平民 就 死傷了 離去 四天之後 對了 6月23號你搞事嘛 四天之後 胡塞武裝 就的高超音速導彈 研發成功了 嘩 幾個月就搞定了 我們剛才說 3月14號開始研發 6月27號才研發成功 簡直破了人類的紀錄 還要是首次成功命中了 阿拉伯海上面 以仔 沙拉5號貨倫 真是好巧合 打破了人類有史以來的紀錄 對不起 我很難以置信 老實說 你說你這樣研發成功 你憑什麼研發成功呢 你在哪裏研發呢 你在也門那裏研發 沒什麼可能 你在伊朗那裏研發 更加沒有可能 這件事很特別 簡直令到我覺得 匪夷所思 以及 根據我們央視新聞的 視頻報導 這款高超音速導彈的射程 2150公里 還有 100多小小公里 是送給你的 使用固體的燃料 亦採用兩級的結構 速度高達 16馬克 現在只有8馬克 16馬克 具有高機動性能夠避開強大的防空系統 這麼詳盡的數字 我還以為是我們 央央研發 我們中央研發 會不會呢 要講一講胡塞武莊的研發 是怎樣做法 記者就訪問了胡塞武莊的發言人 記者說 你們這麼厲害 連高超音速導彈都掌握到 你們什麼時候搞風洞 胡塞武莊發言人說 風洞 這是什麼 第一直行 再問 你們的高超導彈是多少馬克 胡塞武莊發言人 馬克 這是什麼 錢來的 德國馬克 你在說 好了 記者完全頂不住 這麼基本的東西都不知道 然後他直接很直接 其實你們的高超導彈是哪裡來的 直接說 我也不知道 大哥送給我 速遞過來 我剛剛打開箱子 放下來 趕著房 擠在耳朵上 我都不知道 誰知道發生什麼事 原來這麼厲害 完全全都避過了所有東西 這次很不行 這樣玩法 還可以玩嗎 怎麼辦 為什麼會在這幾天出現呢 我們剛才就整個timeline 就說了這個 胡塞武莊 怎麼進步神速 還要連風洞也沒有 連這個馬克 什麼都不知道 就能夠製造到高超音速度 大家這麼神奇 我們已經說最近發生的事 就是 老美 大家都知道 我們都報導過很多次 就是 老英和老美 在研究 要用一些遠程的武器 去攻擊俄羅比 現在兩個就推一下推一下 但是推到那麼上下 就說 不用我老美的武器 就可以了 然後 老英又說 不用老美的武器 我用很多武器 其實有你老美的成份 大家互相推 當然 北約那邊說 用啦 當然要用啦 不用怎麼辦 變了 就好像 還在僵持 但是當然 A君都相信 他們不是很夠僵的 好啦 既然你這麼說話 突然之間 胡蔡武裝又來一個 進步神速飛了過來 你怎麼看呀 就只是胡蔡武裝 問老美 沒有阿普經問你老美 不是不是 胡蔡武裝問的 全部都是 所以這件事 我們真的覺得 很大件事 一來是 二來的時候 西方那時候 簡直是目定口呆 不知道他指責誰 最終會去 還有 我們看到 這次對於耳朵來說 完全受不了 情況就是很簡單 因為 我們看到 耳朵 去面對這個問題 完全是解決不了 因為 無論你有什麼 防空系統 鐵窮也好 外國擠導彈也好 什麼東西也好 總之 完全是連防守的機會都沒得防守 只要一眼 睜一眼 你來了 我 我掛了 就是這樣 對不對 這次就是 沒有錯 還有 這次 大家背後也有很多事情 搞的 首先 俄羅賓來說 到底 應該是 不應該是 大哥 到底應該幫誰 誰呢 有幾個可以看的 敘利亞太明顯了 敘利亞一向都是 那個大哥 直接的軍事基地 至於 我愧振一下 給波斯王子 行不行呢 波斯王子這陣子 傻傻地忌 不想下水 那怎樣給誰 就給最想打他那個 無蹤無蹤 還有一件事 搞到這件事這麼嚴重的 民主黨很難搞的 畢竟這個呢 中東也是鼓鼓的嘛 那你越搞到這麼嚴重的時候 那你怎麼辦呢 難道你又認為 我歸宿的啦 我搞不定胡菜武裝的啦 我老美現在壞到這年地啦 難道這樣啊 而同時間呢 又有另一個人 笑笑口啪啪手 拉撻胡啊 拉撻胡說 喂 打他啦 最好打老美 拖老美下水 啊 所以呢 這次呢 一刻都即合 胡菜武裝又HAPPY 拉撻胡又HAPPY 對到這個 民主黨那邊 一動都沒有 又HAPPY 簡直吧 特離譜啊 真是這陣子 笑都出不了聲 聽了新聞之後 喂 當然是笑都出不了聲啦 老實說 特離譜叫他動的嘛 對不對 另外一件事呢 我覺得呢 伊朗那邊 是不是 真是不出手呢 因為這個時候 真的不適合出手的 只是找一些比較年輕的 即是年輕的那些 胡菜武裝呀 真主黨呀 真野黨那裏 就已經解決了 其他那些呢 想都不用想 是不是 其他那些 根本就 不需要出手呀 用到二哥出手呢 那些年輕的出手已經可以了 對不對 你覺得 他最終打什麼算盤 我就不知道 這個 波斯王子那邊 但是呢 肯定就 有很多派別的 那有些派別呢 還傳有一些幻想 就可以跟西人說好數的 我放棄這些 這些有元素的 就有得談咯 一定有這些幻想的人的啦 那有元素 是 這個 波斯王子那裏 民主黨跟我們簽的呀 反口的 特離譜呀 如果現在特離譜上回 怎麼簽呀 所以呢 就有些呢 就很希望呢 就不要 complicated 最好呢 就是這個 民主黨呢 繼續留在那裏 對我波斯王子 沒有那麼傷 所以呢 既然 這個 大佬那裏呢 就覺得呢 可能 特離譜上 有著數 但是呢 波斯王子說 特離譜上 我沒有著數呀 這樣呀 那麼重要的禮物 那就先讓胡塞武裝用住呀 我猜而已 這件事都 合理呀 還有我們看到 普京就現在 爭兵 還有好像 大戰章起了 幾條戰線一起開 有什麼就要了 幾條戰線 胡塞武裝 這件事就 表演了 這件事一拆開 就是波斯王子 衝刹別人送月餅 我們古代相傳 傳月餅裡面寫著 一打開 寫著造反的嘛 現在不用了 一打開 自動飛出來 自動飛我就不太相信 首先第一件事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要留意的 記不記得呢 老美和老鷹 就說要給 烏丹丹丹用一些 遠程武器的 遠程導彈的 是不是 那些遠程導彈 是要設定的呀 你不設定的呀 你說胡塞武裝 會不會有得設定的呀 你明白嗎 日後 打開碎片看到 全部都是俄羅斯文年 有機會呀 還有他們自己沒有辦法發射的呀 你以為只是拿回來 隨便找一個桶 設定下去就發射嗎 你一定要有衛星系統的 衛星系統 四個字強調呀 會不會是星筆的呢 這個是需要的 應該就不是啦 可能是俄羅B那個 很難的 俄羅B那個 真的很難的 俄羅B那個你只對著那裏都行的呀 對著那裏 還有第二件事是 要寫program的呀 你不寫program是去不了的呀 怎麼寫呀 他打得這麼無靈兩可 是不是 大家明白嗎 你要有program 你要有衛星導航系統 還有你要有人負責 不是按按鈕就可以了 你告訴我 隨便按按鈕 然後拿到回來就可以飛出去 這個可能性是極低的呀 各位 所以的時候 背後一定有高人 不是指示 而是高人操作 才會真正做到的 但是誰高人操作呢 這個時候 連摩薩德都找不到是誰 老實說句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要動手 我就 在第二個地方 我覺得會這樣 我在第二個地方試驗給你 你看看你定不定一順 你夠膽動呢 你俄羅B那邊 你都不用玩了 我很快的 十幾分鐘就到了 你就算連擋都擋不到 會不會一個示範呢 A君你覺得 這次總之就是 胡塞武莊 打開月餅盒 看到裡面 有些東西 以前我們中央 遙傳一件事 就說 一起去造反 這次打開月餅盒 就 搞不完的東西了 自己是馬克利茲風動都不用搞 就搞得定了 總之 你把月餅盒 等到適合的地方 自自然而 裡面的月餅就走出來 自自然會有人幫你放些月餅上去 對嗎 對 什麼 Pandora 波紗 不是啦 俄羅賓月餅罐 變成 這個真是好 裡面還有人 在裡面幫忙做一下 據我所知 就是 有些小人 小小的人 在月餅罐裡面 去操作一下 讓你飛過去 這次很大單 大家留意 世界局勢雖然是區域的問題 現在中東 但跟俄烏那邊都有關係 俄烏又跟南海有關係 南海跟灣灣有關係 總之全部跟老美都有關係 我們做一件事 不是聲東擊西的 我現在是殺雞警喉 這句話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 OK好了 我們講講普京 抗軍 反正講講普京 普京抗軍那件事 我們剛才講普京 我們那天沒有錯 這件事 這麼厲害的技術 我們當然要給普京 講講普京 絕對不會是我們中央的 大家放心 中央在這裡我是沒有利益的 對不對 所以 世界上只有三個國家 是有高超音速導彈的 一個就是我們中央 另外一個 就是俄羅比 還有一個 就是波斯王子 這三個地方都有 波斯王子 不會啦 還沒有到那麼先進 那麼快速 第二方面 我們中央就不會插手 不會做這件事 選來選去 沒有第四個可以選 對不對 A軍 自己研發 你信不信 不信 對不起 再講講普京 俄羅比 剛才我們也數過 timeline 說 西人那裏 又說要給遠程導彈 我們也都猜 所以 俄羅比 將會帶打 烏噹噹噹 所以呢 真兵 這次 俄羅比 將武裝力量人數 增加 18萬人 嘩 由原本參與戰鬥人數150萬 軍隊2389,130人 150萬人突得 今次去到這個階段 原本是132萬人突得 現在增加了18萬人 就去到150萬人突得 今次是非常強壞的一次真兵 現在再對這個烏丁丁來講 人數已經超過1比3的比例 只要看一看烏丁丁那裏 開片的時候 就會見到原來有些人去過烏丁丁飯堂 是? 對 看到烏丁丁飯堂 就很難找到年輕人 看到白頭老兵 就見得多 但白頭老兵 可能用老兵不太適合形容他們 因為他們都是新兵 是白頭新兵 這不奇怪 老實說 年輕人已經找不到 還有波蘭就說 我不會給福利給烏丁丁的年輕人 叫他們回去 他們應該為國捐他 這一點 當然你要找白頭老兵 你不找白頭老兵找什麼 只有老人家才會 好像也有參軍 很嚴重 數字都非常多 那你說烏丁丁那裏 那你的所謂僱傭兵 其實就是北邊約打麻雀那班人 大家都很清楚 什麼僱傭兵 一些很先進的武器 都沒人相信 所以這次我覺得 俄羅賓的真兵是有必要的 還有 最重要的是 越快越好 因為 接下來應該會有很多行動 繼續這樣推進當中 老實說 這次 是不是因為戰爭的消耗很大 所以要增加更多的失力軍 我覺得 這是有可能 有機會 因為俄羅賓都沒有公佈到 他的士兵離去的數字 但是 多不多 我覺得這是另一方面 但是 一定會有死傷 我個人覺得 就是要對 紅軍村 整個烏東那邊 來一個全面的戰爭 所以 就更加要多的士兵 去駐守 以及去訓練 這樣才是最重要的 是否有朝一日 奧德薩 以及 基庫 都會有機會 去繼續 去用得著這些士兵 會不會是這樣的 總之 這個形勢 越來越危急 連德國 索爾茨 都說 大家最好坐下來慢慢談 坐下來慢慢談 索爾茨 原來前陣子 有訪問過哈薩克的 哈薩克總統 就跟索爾茨說了些什麼 說什麼 這句真是妖心妖肺 哈薩克總統說 事實上 俄羅賓在軍事上是無敵的 說完之後 覺得他太過火了 因為撩中了 德國輸過給俄羅賓 他不是這樣說 他說 俄羅賓在軍事上 是不可戰勝的 無敵和不可戰勝差不多 他沒有說得這麼誇張 他說不可戰勝 我想他有個彈書 除了中國之外 OK 搞定 說給你 好啊 還有 他也看到你這麼盡 其實我們哈薩克人 都對這個烏烏烏烏烏的人民 是懷有真誠的同情的 其實很簡單 誰叫你動 你就找他算帳 有一個頭髮亂了的 叫做約翰 還有一個 最近好像清醒了 沒那麼老人癡呆的 老頭拜 這兩個人 你就找他們 找他埋單 其實沒有意思 你再這樣打下去 老實說 我們看到 現在對於普京來說 老臣在在 我很喜歡用這個形容詞 你看到他現在很鎮定的 很鎮定的 慢慢一步一步 來到你 我現在跟你和談 你談不談 不談啊 我再向前一步 你動我 我就不跟你和談 讓我現在繼續 趕回你 其實現在在富爾斯一州差不多清光了 老實說 是啊 你說 一萬三千四百件 是啊 你說 你怎樣去玩 我根本看不到你有任何希望可以繼續再玩下去 所以這個時候 只有唯一一個選擇 就是投降辦 你不投降 你根本就是 自己拿來衰的 是不是 A君 沒錯 沒錯 剛才說 有些人去過烏丹丹飯堂 別這麼看過 也有另一個老美記者 這次不是去烏丹丹 是去到俄羅賓的頓巴斯那頭 一個餐廳 跟俄羅賓的戰地記者在頓巴斯那頭 咬東西 跟著 烏丹丹 進攻 整個迫擊炮一下下了餐廳 哇大爆炸 就躲躲躲躲 躲完之後 炮火完了之後 那些俄羅賓人 回回去吃飯了 哈哈 但是那個記者在頓巴斯那裡 吐了底 那樣 沒事啊大佬 真是家常便飯 炮彈當是 然後他終於說 嘩 俄羅賓 那些人這麼鬼死 夠吉士 我們怎麼夠去打 然後再抬頭一望 周圍都是俄羅賓國旗 嘩 那些人 又 糟糕的時候走出來 又 又 什麼都不怕 周圍都說要 衛國去打 那樣 怎麼打 我看不到有任何理由可以繼續打下去 現在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老實說 你看回索爾池 他想不想打 老實說 他這麼無能 你打不打 其實都沒有所謂的 你只有一個就是 好好地和俄羅賓一起去合作 這樣才是最正常的 其他國家 現在加入北約的一班 新加入的那兩個國家 我想都很頭癢 很震驚 喂 怎麼算 我本來打算贏 你現在搞得我 不知道怎麼辦 好 分分鐘的時候俄羅賓一個不開心 我們就首多其衝 這次就糟糕了 這次怎麼辦 A軍 這些就是我們經常說 49年入國民黨 45年才做漢奸 所以 這件事真是 恭喜發財 希望他們可以自己解決 老實說 瑞典和芬蘭 其實 本來中立國做得好好的 你現在要玩 那就繼續玩 你現在加入了 臨到尾你才這樣玩 我唯有恭喜你 和祝你好運 好了 這件事說完之後 我們嘗試聚焦在波音那裡 他那裡有3萬員工大罷工 這件事都非常之嚴重 A軍 怎麼算好呢 沒錯 這件事自從說3萬員工罷工之後 波音又有新搞作 有什麼新搞作 波音呢 16號就說 公司可能會暫時在圓 會降低開支 嘩 即是怎樣 這樣 這樣 這個波音呢 就說 向員工發信 就說 現在呢 翻譯困難 罷工又影響公司復甦 因此呢 公司又必須要採取 保障的措施 去保障大家共同的未來 我們呢 包括了開圓截流 暫停招聘人壽 大幅降低 供應商的支出 禁止高級行政人員 非必要的頭等倉位 和出差等等等等 其實呢 就在這裏跟員工說 看路啊 小子 不要弄那麼盡 那一隻 阿Sir 其實我覺得會弄得盡 波音這樣說 大家玩得更盡 我看到一些分析師就說 如果呢 波音 繼續這樣 不和解的話呢 他每一天可能會損失 超過一億 美子 可能 有些分析師就不是的 他說不是很多 一個月都是損失15到18億 其實差不多 老實說 三萬個員工 你怎麼辦呢 這次呢 我們就看到了 根據路透社報道 波音公司在西雅圖地區的員工 上星期拒絕了16年來 第一份完整合約 之後就快去罷工 這個長期的罷工 可能會造成數十億美子的損失 對於原本財務狀況 已經緊張的波音來說 雪上加霜 而且可能會導致這間 飛機製造大廠的信用評級 被下調 下調到什麼階段呢 垃圾債券 喂 好難得 有家軍工幫人看 竟然被人下調 這個評級到垃圾債券 喂 你見過沒有 我沒見過 不好意思 原本他們一手好牌 掛著去搞他們的財務 就好像這些華爾街 那些經常說 你不要太多資產 你不要太多資產 你如果真的要做一些製造 你把製造一下 等等等等 那些東西 其實呢 有錢剩下 還有啊 有錢剩下 不要搞這麼多R&D 回購股票 對啊 這些全部都是華爾街最喜歡的財技 還有啊 有東西啊 扔Outsourcing 這麼重資產 做什麼 硬骨頭人家做 結果 不用很久 世界上最頂尖的 飛機製造公司 現在就輪落到這樣的田地 所以 經常說 是不是要抄襲他們呢 你看見 一手好牌 可以這樣打爛 你叫我抄襲他 我的牌沒有他這麼漂亮 你找個跟他一兩這麼漂亮的 叫他抄襲先 我抄不起了 啊 加了什麼啊 老實說 今次我們看到 波音的辦公 其實是2008年以來的 首次出現 因為以前 我們看到 波音是一份筍工來的 現在還有筍工嗎 大哥 你這樣不斷動一些 放風的人 吹哨者 我們說 這件事 其實對於很多 波音的員工 真的是人人自危的 另外一件事 我們看到 裡面有太多藥物喜好者 而且你在製造飛機的時候 就不斷在那裡 吸食藥物 你說 你的飛機 哪裡有可能製造出 一個很有質量的 一些 組裝 另外一方面 你把一些 本來已經是 報廢的材料 不斷地 重複再用 甚至 道門飛一飛 你都會發覺到 咦? 我們看到國際航班 那架 國際航班 的太空船 究竟是誰呢 就是波音 所以波音 真的是千瘡百紅 今次 會不會玩完呢 大家放心 是絕對不會玩完的 我們看到 Intel 都去求雷蒙多 跟雷蒙多 跟雷蒙多說 雷蒙多 你救救我們 雷蒙多說 可以 沒問題 我給你30億 你搞定 之後 又說要生產 很多人都提 這個 英特爾 就說 你不要再研發新的晶片 你現在已經歐了 不如你做一做晶片代工 算吧 這是他的說法 那波音會不會呢 波音 你不要搞商務客機 你搞私人客機 算吧 還是羅船長那隻 可能你得 OK 會不會呢 那當然不會回頭 畢竟這麼多 引擎在背後 他又要製造噴石引擎 說要跟軍工有關 總之 千絲萬縷關係 但是 你說到最後 攤大手把 問魯美拿錢 這個機會真的不低 哎呀 又或者魯美 不斷扔下訂單給他 喂 大哥 你魯美那些公司 聽完華爾街那些話 要怎樣 輕資產 要怎樣回購股票 要怎樣 去做好一條數 甚至乎 剛才說了一件事 這個 曾經 這個音波 裡面那個CEO 是特地總部搬來SEANTO 目的就是 不想那些引擎 有什麼問題 可以通知到 煩到他 讓他可以專心做好盤數 那樣 這樣也行 那你說 有沒有 類似其他的事 在其他公司發生呢 那就深信了 不過又要回顫 魯美一句 聽說現在 無論你intel也好 還是你音波也好 第二天 都隨時只是問政府拿錢 你經常說 不公平競爭 就全部都在你那裡了 原自什麼 原自 原自 你們聲稱自己 資本主義有多威 就全部聽了資本話 而到最後 資本呢 要你做那些事的 不是為你long term好的 只是要你短期股價爆上 是的 短期股價爆上完之後 往後是怎樣 我賺了啦 我不管你的 你管理人自己的事 你管理人聽我怎樣 這就是魯美的制度 學他啦 擔保你航運當頭 好牌都變爛牌 我們最近看到 港加索說 有100家公司 會排隊過來香港上市 我們慢慢期待一下 未來的 好像也有不少 是10億美子以上 A軍 我看到這個消息 我突A軍開心 但是魯美整個市場 我們看到他是扭曲了 因為他們要賺盡最大利益 有什麼好過 不用做 我只可以炒炒賣賣 我就搞定了 我收回一些股票回來 即是回扣我的股票回來 那就OK咯 你看看 這些就是財技了 但是財技 如果你沒有一個 基本上的一個 整個工業體系 你是完全玩不成的 你會當大家慢的嗎 當然 你覺得 這件事我一定買得出去 但是你現在搞到 大家都不想去 繼續買你的波音功 因為波音功 實在令人太可憐了 分分鐘 賺下來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這次我覺得 真的 很嚴重的 很大問題 這件事 老美自求多福 不過也不用怎麼求 琴球也是這樣 差不多玩完了 為什麼要這樣說 我們要講講押軸那件事 是不是 押軸啊 押軸那件事真的好 有關飛機事啊 但是這次的飛機 主角是我們中央 配角被打走的那些 就是你老美了 原來日前 央視官方披露了一件重磅消息 就是一位 圓南載機的飛行員 回憶一次 和老美 航母 在西太平洋 首次正面交鋒的畫面 哇 這個是殲15戰機的飛行員 他就說 首次交鋒當日 天氣就不是那麼理想 下著大雨 然後我們 中央那邊 航母就採用這個 滑躍起飛的方式 對環境要求高的 大風大雨 弄下來 也弄得很不安全 我們殲15 升機之後 探測到老美那邊 四架FA-18EF的戰機 飛到我們那裡 雙方都是帶著實彈 最後在體系對抗 和戰機平台雙重優勢之下 我們是逼退了 老美的FA-18EF的戰機 令到老美那邊 主動設出戰場 收工 這件事是什麼呢 原來一數回 就是老美自從冷戰之後 首次 航母對抗的程式之下 是首次失利的 這次失利很重要 我們看到 一向老美在西太平洋 即是我們的 東部 彎彎附近 甚至推到日本 去看 其實那裡一向是老美的地頭 這次的時候 他同場較量 我不知道是不是趕走了他們 基本上會趕走了 我所看到 就是有一個偵察機 就過來 根據一些 影片 或者照片的資料 想來 和我們去 纏繞 那些戰機 究竟是什麼戰機 這件事 我覺得很特別 還有 我們的 飛行員 怎麼說呢 不管遇到多麼強大的敵人 多麼複雜的情況 我們都敢於兩見 喂 這個說法 很厲害 我覺得 中國什麼時候會變成這樣 很有戰鬥格 你犯法過 這件事 戰鬥格 我就不要說 胡偉格 這次是你老美 來到西太平洋 我們地方 還要在武艦那裏出賣戰機 我們就據這個飛行員說 這次的對決 是 除了有機會 真的我們戰機 擊退他之外 也都有機會 我們很欠的 也都有機會 所以 老美那邊 是怕著 觸發到 我們的火箭軍 所以 聽這個說法 就像是 真的逼到我們 近沿海的地方 去做事 所以 我們不是戰鬥格 我們是守護家園 戰鬥那個誰 沒有說你老美 大家自己想吧 沒錯 沒有說你老美 但是 我覺得整件事 真的很特別 我們的央視 怎麼說呢 他只是說 我們在這個 西太平洋的 某海域上面 航行 這次去到的 就是我們 遼寧號的 航空母艦 還有的時候 我們都看到 有四批 外軍的 戰鬥機 就靠近了 在能見到 不足一兩公里的 天遠惡力環境之下 我們的 千十五艦載機 就升空了 剛才A君有說的 也看到 今次的行動上面 是非常之 在深夜裏面去進行的 深夜裏面進行 大家看到 其實 我們 還有一點 透露了 一點點東西出來 就是透露了 我們 架子 千二十 千二十 有公佈到 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看到 寶島的情景 即是飛得很近 所以才看到寶島 會不會在所謂的 寶島也是我們的海域 寶島我們 當然是我們的海域 但是西太平洋 應該是寶島之外 寶島的東面以外的地方 沒有說那個 海域在哪裡 但是總之我們的巡航 就已經非常之密 而且老美 想不到 我們現在的能力 是強大到這樣的情況 A君也有跟大家說過 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 我們的電子戰贏了 這次 是不是電子戰之後發生的事 我覺得非常之有機會 因為老美 看到我就走 因為我看到 有一個 雷達基 在這裡 幫忙 去渡航一下 但是 你想想 雷達基 都被人癱瘓了 那我的戰機 不走 可以做什麼 難道留在這裡 受把嗎 你過來 西太平洋 這個海域 可能是屬於你的 但是其實 就不是屬於你的 因為你根本 不是一個域內的國家 所以我相信 老美接下來的巡航 在西太平洋 搞搞震 我想機會 就會少了很多 這次是 簽十五 就是上去 接下來是 簽二十 簽三十五 還有我們其他的 航載機 還有無人機 我們的高超音速導彈 老美受不了 我們之前有說 東風快遞 這次俄羅賓出了他們的快遞 我們的快遞還未出 如果我們一出 就完全不行了 你看看我們資料 多準確 不是百馬克 是十六馬克 我們現在用百馬克 就是小鮮牛刀 告訴你 不是我們 是俄羅賓 但是我們當然很清楚 十六馬克 濕濕碎 你不用玩了 還有今次 我們試一下數據 看看我們的戰機 可不可以全時間 全域作戰 對於這個 全時間 無論任何時間 24小時 我們都可以動手 還有 全域作戰 就是告訴你 我們在哪裏 在近海也可以 在遠海也可以 因為很多人都說 我們的海軍不行 我們的海軍只可以在近海 我們贏了 出到外面玩不到 這次真的完全不同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我自己和大家講 交給你 這次在我們的域內 即是域內 可能是西太平洋 西太平洋 在西太平洋那邊 就把他們放下 令到我們有很多得著 其中一個得著 就是剛才他說 這次也是首次的交鋒法 首次交鋒法 是可以得到很多的數據 那變成了 是令到我們 在體系上得到提升 甚至乎那些數據 或者細節 竟然是去到哪裏呢 是可以去到 要我們修訂 我們的行事的標準 可想而知 這次老美 真的偷雞不到蝕炸米 還要更改善 我們翌日 對他們對戰的時候 的標準策略是怎樣 這次真是領事了 另外 除了給了一個實戰 提升了我們之外 也都顯示了另一件事 其實老美真的告訴別人自己很厲害 但是交鋒起來 可能原來就真的是 惡如頭 就知道是什麼底 老賊底 這個很明確的 老實說 對於這件事 大家真的要關注一下 因為現在 我們很強硬對老美 已經沒有所謂的戰略無回 已經沒有了很久 你要動手 我們就動 還有我們看到 奧斯丁也好 跟我們的董軍國防部長 其實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我們彼此之間 是可以談的 但是如果你要搞我們 我們一定回應回來 今次 在西太平洋 尤其是央視報道出來 這件事 是大家要重視的 因為說真的 從來這些事情 都是收收埋埋的 不會說的 現在公佈出來 擺明是落你老美面的 這件事 其實陸續有來 我相信 接下來 我們會看到 我們中國的海軍 尤其是我們的航母 應該福建號 很快就會投入巡航 因為有三架航母 是剛剛好的 但是接下來 第四、五架航母 都開始動作 因為我們的 零五大區 其實已經令西方 非常震驚了 你這樣玩 你這個密集式的發射 你的導彈 我真的受不了 怎麼玩呢 所以現在無論是 空軍也好 海軍也好 導彈也好 包括我們的電子戰 北斗 各方面 都齊了 OK 齊了 老美又越來越不行 因為他連製造彈彈 都非常困難 有關烏的地方 都給我們限制住 大家都很清楚 那麼我們的雷達系統 老美更加不懂 電子戰 你走一遍 你技術落後 我們一代以上 你怎麼追我們 完全追不到了 我們看一看 音波功 也是這樣 所以這件事 我們就要看一看 我相信 在年底之前 應該老美 就 會相對來說 幾全面 切出第一島鏈的所謂 對不對 不知道老美 就是這麼快 覺悟自己的實力 哈哈 他應該會搞一輪的 看他的壞款 但是呢 這次罕有地 我們中央 就竟然 以前我們贏了很多獎 都不出聲 這次出聲 令到A軍 突然間有一個fantasy 就是 是不是 有些 戰況上 需要告訴老美 你真的不夠我打 要報出來 到底是配合什麼呢 是不是俄羅B那邊 還是什麼 那就不知道 總之 這次一改之前 贏了不出聲的作風 背後 一定是要配合一些改變 而那些改變 是很嚴重的 嗯 沒錯 今天我們節目時間就到這裡 剛剛看到一些資料 就說 紅軍村那裡好像有些烏軍 氣蟹投降 氣蟹投降 OK 繼續強調 對 氣蟹投降就是不玩了 會不會是這樣呢 因為我們看到 投降的烏軍 其實人數是接近2萬 接近2萬 那這次的投降 會怎樣玩呢 我們拭目以待 好了 今天節目時間就到這裡 祝大家 這個 中秋節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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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月兩團圓 最重要 開開心心 好 今天節目 就做到這裡 請訂閱港理台 還有大衛Sir的頻道 留言點讚 分享 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拜拜